澳洲数学家套工是七中乐透狂赢1200万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澳洲数学家上周 16日中了乐透 获得40万美元 约1210万新台币 大奖 加上他日前曾先后六次中奖 让他供效纳约42.2万美元 约1276万新台币 奖金 他透露自己是利用数学公式算牌 让人大叹之时就是财富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 澳洲一位数学家在领奖时 向一名新南威尔斯勒透的职员透露 他多次中奖是靠自己一套独特的选号方式来算牌 他解释 在几年前 他听到电台在开奖时 某些号码的出现频率特别高 让他兴起用数学公式算牌的念头 这位数学家解释 他先在电脑的表格填入中奖号码 接住整理数据 并撰写一套独特的公式来算牌 虽然无法保证百分之百命中 但自从他使用这套方法后 中奖几率就提高了不少 从此之后他就依自己的公式投注 赢得了数次奖金 这位幸运儿已经是第七次赢的乐透 虽然前六次中的奖金不高 合计仅约2万美金 但加上本次40万元美金 已经让他合计赢得约42.2万美元的彩金 不过他并没有透露更多中奖公式的讯息 对于这笔意外之财 这位数学家表示会用来打理自己的农场 并买一辆新车奖励自己